坐在旋轉木馬上 小小孩開心的揮揮手 有別於一般電動的遊樂設施 這裡必須靠家長來操作 中和青年在公託中心 打造活潑繽紛的兒童樂園 親子館設有靜態閱讀區 故事繪本遊戲屋 提供0到6歲的嬰兒來學習體驗 在這邊特別打造了 一個0到6歲的親子木馬 來讓孩子做一個親子間的 最好的一個互動 我們每一間教室都有很軟的軟店 縱使孩子爬行中的孩子 他因為爬行的過程 甚至於他在學習走路的孩子 甚至於一般的孩子 在跑跳碰撞當中 縱使是跌倒了 他也不會去受到影響 針對不同月齡分班 師生比為1比5 預計招收60名0到2歲的孩童 大型的室內活動空間 地板又是軟店材質 提供完善又安全的環境 讓不少家長都想報名登記 玩具設施都蠻多 我覺得像我們家兩個小孩 來都有吸引到他們注意 東西都蠻新的 然後環境什麼的都蠻完善的 如果把小朋友帶在這裡 應該是蠻放心的 也是想要去試著去抽看看 對啊 那麼舒適的環境 沒有來真的很浪費 中科青年在公託報名 從即日起到8月16號下午5點為止 8月18號辦理抽籤 想要以平價托育費用 讓小孩獲得完善照顧 公託中心或許是不錯的選擇 所以聽過新聞 中科報導